兄弟,恐怕我以后不能陪你一起送外卖了 怎么了?是你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嗯,我爸说送外卖不太安全,让我回去继承他的一万家产 你妹的,能不能不要说话大喘气,继承家产就继承呗,搞得像你死了爹似的 我去,你会不会说句人话? 嘿嘿,看起来你怎么好像不太愿意,这可是无数人想都不敢想的美事,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你不懂,自小我对经商都不感兴趣,虽然送外卖有点辛苦,但我还是喜欢这种无惧无数的生活 可是昨天我父亲已经打电话过来,不回去看来是不行了 你如果真的不想回到你父亲身边,或许我可以帮你一把 你帮我,我看还是算了吧,我父亲在商业摸爬滚打几十年,可不是你一个普通人能撼动的 别扯那么多没用的,你如果信我,我保证明天下午之前给你解决好 你如果不信我,吃了这顿饭咱们就散伙 行,反正我也没有退路,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对不起,你没事吧 你他喵得不看路啊,知不知道我这可是最新款的阿玛尼西装 你现在给我弄脏了,你打算赔多少钱 不就是稍微撞了你一下吗,你这衣服也没有什么地方脏了呀 呵呵,我这身衣服被你个穷屌丝撞了,自然沾染上了屌丝的气息 你说这不是脏了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这身衣服原价五万,你赶紧给我赔钱 刚才明明是你不看路撞上来的,现在反倒是要别人赔钱,你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 呵呵,本少爷是什么身份,你们两个又是什么身份,一对臭屌丝 难道还是本少爷喜欢往你们身上撞不成 既然如此,不如我们调一下这里的监控如何 不要以为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就可以这么的肆意妄为 你算什么东西,少他喵的在这里出风筒 怎么,难道你打算替他赔钱不长 算了,叶峰,这钱我赔给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行,他这明显就是敲诈你,我们就不给,看他能如何 臭小子,他都愿意赔钱了,你还故意拦着算什么意思 有爹生没娘养的蠢货,一定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 你说什么,有种你再说一次 我说你是有爹生没娘养的蠢货,怎么,有本事咬我 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侮辱我的父母,既然你喜欢找死,那我就送你一场好 停手,我可告诉你,我爸是天圣集团的董事长,你如果再敢对我出手 我保证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不是喜欢钱吗,这里有五十万,拿着去医院小收几天吧 喂父亲 你这个逆子死哪里去了,马上给我滚到公司来 怎么了父亲,你干嘛发那么大火 你还有脸问怎么了,昨天你和你的朋友是不是打伤了天圣集团的公子 现在人家父亲找上门了,我看你怎么交代 你说你们惹谁不好,非要惹他们天圣集团,这下我可要被你害苦了 天圣集团,难道昨天叶峰打的那个顽固是天圣集团的公子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到公司来给人家赔礼道歉,不然的话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杨总实在不好意思,我家的那个兔崽子马上就过来,请您稍等一下 罗总,你可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看把我的儿子都打成什么鸟样了 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你们罗氏集团就等着被毁灭吧 卧槽,这不是新语集团的大老板叶先生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爸你说什么,你说他是新语集团的大老板,我的妈呀,我昨天不是骂过他吗 看来今天又完蛋了 刚好大家都在啊,正好一次性把事情办完,请问哪位是罗安的父亲 什么情况,难道自己的那个不孝子又招惹了新语集团 等他过来我一定要打断他的双腿 你好叶先生,我就是罗安的父亲,请问是不是犬子得罪了你 不是这件事,我想说的是关于你让他回来接手公司的事 其实他并不喜欢做生意,更加喜欢外卖这份工作 我希望你能收回决定给他的自由 好好好,叶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以后绝不再干涉他的自由 好,既然这件事情办妥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处理你俩的事了 你俩是过来心事问罪的吗 不是不是,我们父子只是刚好路过罗总的公司来找他谈谈合作的事 合作我看就不必了,毕竟你们的公司马上就要从魔都消失了 叶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天圣集团并没有招惹你吧 有没有招惹,你的儿子应该最清楚 你这个逆子,你到底对叶先生做了什么 我,我没做什么,我昨天只是问候了他的母亲 什么,我要打死你 文字幕照单